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私修电子工作室推出的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系列教程 那么本套教程的配套书籍呢 是由北航出版社出版的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 进阶与应用实力 配套的硬件平台呢是私修祥云的小王子开发版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来进行理论讲解的第二次讲 高楼大厦说存储器结构 B在上一节课的讲解中呢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A讲 A讲里边呢 我们接触到了一些存储器结构里面的单元 我们说我们上一节课的讲解 把ST公司的高密度的STM8产品呢 它的存储结构呢 比喻成一个高楼大厦 把这个高楼大厦里面的某一个单元 把它接地器虚化石 把它做成我们大学里边 是吧 大学里边的一些房间 一些这个教室 或者是一些决策式档案式等等 方便大家来理解 那我们说上节课里边 我们讲了RAM区 就是临时的一个办公室 对吧 它用于存放一些临时的一些变量 一些数据 对吧 我们说RAM的开销 主要就是靠这一块 还有我们说的堆栈区 用来保存临时的保存一些 我们说的断点 是吧 保护现场 它还涉及到入战和出战的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两K的数据的一方P-RAM存储区 依靠这个一方P-RAM这种材质啊 是吧 这种存储器的特点 我们说可以把数据呢 重要的数据得以长时间的保存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选项字节 虽然说这个选项字节呢 只有128个字节 但是我们说它非常重要 它对我们的单片机的方方面面的配置呢 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对吧 所以说它很重要 叫选项字节 还有一个呢 就是端口和外设的存储器 端口外设的寄存器的一个区域 这个端口呢 我们把它比作是学校的东南西北 是吧 四个大门 那么这个外设呢 我们把它比喻成学校内部的一些像实验室啊 对不对 像这个我们说的教室啊 像宿舍呀 像食堂啊 像我们说的学术交流中心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样的一些功能大楼 功能的资源 我们把它叫做学校的资源管理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上节课里边讲的一些存储结构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要往这个5FFF这个地址往后再讲 也就是说楼层应该是越变越高 对吧 这个地方 0000应该是这个楼层的最低的地方 那么我们越往上讲呢 这个楼层就是我们说的地址的分配呢 它就越高 它地址的这个这个数值呢 就越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节课里边 我们要学习哪些东西 在这节课里边呢 我们要学习几个单元 第一个叫做2K字节的启动的ROM区 这个启动ROM区呢 不一定所有的STM8单面积都有 但是这个高密度的207或者是208系列呢 它是存在这个区域的 就是S系列207 208 它存在这么一个2K字节的启动ROM区 这个ROM区 我们把它叫做实讯创新式 对吧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讲到像CPU啊 S这个WIM接口 对吧 还有我们说的debug 就是我们STM8内部的一些调试单元 主要是DM调试模块 对不对 还有ITC 就是我们说的中断控制器 这些寄存器区啊 非常重要 它关系到我们单片机的一些决策处理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叫做核心事物的管理房间 对吧 管理区间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 就是从8000开始到我们最后 那么这个范围里面呢 主要装载的是32级中断向量 还有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的UBC区域 还有我们说的Flashroom 这个Flashroom呢 就是我们说的平时最大的程序 用来存程序的地方 对不对 那程序呢 它这个比我们一般的数据变量要大得多 所以说这个Flashroom应该说 它占的这个区间呢 是最大的 那么它有64K字节而大小 到128K字节而大小 这是以高密度作为这个例子来讲的 这个Flashroom根据不同的单片机 不同的这个STM8 单片机的产品线 不同的线路里面的不同的芯片 它这个Flashroom里面的配置 它差别很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最广域的 这个范围最大的这么一个存储区块呢 叫做专业教室 教研室或者是实验室 其实说一个学校里边最多的地方 其实就是教室了 对不对就是这么来理解它 如果说是32级中断向量呢 它是跟我们的中断有关 对吧 那中断有关的话 就是提出一个中断请求 所以说这个请求呢 要及时的送给CPU CPU呢再去处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传达式 对吧 突发事件的一个传达式 那好了 把这个今天这个课里边啊 重点要讲解的东西 我们进行一个梳理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讲解 我们先说这个时讯创新式啊 就是我们说的2K的启动ROM区 这个区域主要用来干嘛呢 它的作用就是在不使用SWIM接口 或者是专用硬件的情况下 这个专用硬件指的就是一些调试下载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说的ST-Link 对吧 我们原来接触过这个ST-Link这个工具 也就是说不使用调试接口 也不使用下载工具的情况下 通过一些我们自身带的一些口 串心口 比如说UART串口 SPI是吧 或者是看总线 就是B1看的接口 把我们的应用程序呢 进行下载 下载到我们内部的存储器 这个内部存储器里边就包含 它可以下载到我们的Flash区间 对吧 可以下载到我们的程序存储器里边 也可以下载到我们说的EvonPureRome里边 对不对 也可以把我们的数据下载机密档案式里边去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些接口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应用程序 是吧 把它下载 也就是说实际上把它讲白了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区间里面呢 它内含一些启动代码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Botloader 是吧 Botloader的启动代码 这些启动代码呢 这个代码段 它就会引导外部的这些接口 把我们的程序下载到内部电路 内部的存储器 主要包含哪些呢 就是说 利用这些串新接口 把我们的应用程序 比如说代码 数据 选项自己而 或者是中段的向量表 对吧 下载到我们内部的Flash 或者是EvonPureRome中去 然后复位以后呢 启动代码呢 就开始执行 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区间呢 大家比较喜欢 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过 通过创伙方式来去下载 其实就是应用到这么一个区间 当时说这个区间里面呢 就是说 它不同的单片机里边 它不一定有 有的单片机 它就不带这个区间 有的单片机 它是带这个区间的 好 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起始地址是从 600到67FF 这个区间里面就是我们说的 2K字节大小的启动Rome区 这是以高密度的207 或者是208为例来讲解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手册 你的这个芯片 那你要去查 它的这个密度 对应的这个 这个存储器的表里边 是不是包含有这么个区域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核心事物管理 核心事物啊 指的是哪些呢 就是说 这些东西呢 可能对我们单片机的运行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对不对 比如说CPU CPU就是我们单片机的 一个运行控制 和运算的一个核心单元 所以说我们说 它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SWIM接口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接口啊 将外围的 就是符合这个SWIM调试的 是不是 这些数据呢 进行这个单片机的下载 或者是我们可以控制 非侵入式的控制这个单片机啊 它运行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接口 配合内部的一些调试模块 实现一个仿真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呢 就是Debug 就是内部的调试模块 还有一个呢 就是ITC ITC就是中段 对不对 中段有关的一些事物 那我们说这些东西呢 都非常厉害 而且呢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核心事物的一个管理区间 这个管理区间里边呢 在管理区间之前啊 就是6800到7EFF 它是一个保留区间啊 那么从7F00到7FFF 这个区间就是我们说的核心事物管理 它主要有这么几大块 CPU的 SWIM的 还有Debug 就是调试的 还有我们说的ITC中段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非常重要 就是包含着这些 对CPU的运算和控制状态 是吧 单线的调试接口 以及我们的DM调试模块 ITC的中段事物 这些东西 它进行一个存 这个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分布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些寄存器啊 怎么来表示 我们说在用单片机的时候呢 我们会接触到一个东西 叫做投文件 对吧 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小王子 开发版的这个单片机来说 它上边用的这个单片机是 STM8S208MB这一款单片机 那么对应的这个投文件里边呢 实际上就有关于CPU SWIM Debug和ITC 这些寄存器的一个定义 大家可以看一看 把这个投文件呢 在IAR里面 我们说叫IO 这个STM8S208MB.I去 我们把这个投文件一打开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上面有CPUA 然后是0X7F00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开始地址 对不对 就这个地址 然后是7F01 7F02 7F03 一直到我们说的7F0A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地址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这个里面呢 它就用CPU下斜线A 下横线A 代表了这个地址 那么以后我们在用这些寄存器的时候呢 实际上操作的是CPU下横线A 这个字符串 但是实际上对应的这个地址呢 就是0X7F00 这样的话就非常简便 对吧 就相当于说是一个经纬度 定义了一个城市名称一样 对不对 就是这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里面呢 我们说核心事物的管理区间里面呢 它关于我们说的很多核心的东西的寄存器 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CPUA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累加器 因为这个A就代表ACC的意思嘛 对吧 学过511同学 或者说学过一些汇编基础的同学 都应该理解啊 这个A就是ACC的意思 就累加器 那相似的呢 就有一个PCE PCE呢 实际上就是程序技术器的一个扩展技术器 那么PCH和PCL呢 代表就是程序技术器 就是我们说的PC指针 对不对 PC指针的H呢 就代表是高位 L呢 就代表是低位 还有我们说的X是索引寄存器 还有我们说的Y索引寄存器 还有SP 这个SP呢 就是堆栈指针 我们原来讲过一个堆栈 对吧 堆栈 就是我们说呀 这个first in 是吧 last out 就原来讲过那个堆栈区 大家要 大家要明白 还有一个呢 就是CCR 就是条件寄存器 就是条件代码的这个这个寄存器 以后呢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寄存器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这些核心事物的寄存器啊 都在我们的投文件中被定义了 定义成不一样的名字 我们在操作这些名字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操作的这些地址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突发事件的传达式 一说到这个传达式啊 有同学就说了 是不是就联想到这个送信的王大爷 对不对 原来的时候 有一些工厂 有一些学校 对吧 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房间 叫传达式 里边呢 就是收一些报纸啊 收一些信件啊 杂志啊等等 我们说这个地方 传达式 他传达的并不是信件 而是什么呢 而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单片机内部的这些事件啊 中断的一个请求 就是说来自于32级中断向量汇报的突发事件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说的timer啊 我们以这个timer为例啊 这个timer呢 比如说定时技术器 这个TC资源 如果说他定时技术器溢出了啊 溢出了 他就是一种中断 比如说我这个串口 串口接收到了外边的数据 他也是一个中断 对吧 那么这个中断呢 他就需要告诉CPU 就说哎呀 老大 我们这个地方发现了情况 请你马上处理 是不是 就要各种中断员 要向CPU汇报 现在的中断情况 所以说叫突发事件 就是没有办法预知的东西 对不对 在这个32级中断向量里面 有不可屏蔽的中断 也有可屏蔽的中断 那么这些中断呢 就向CPU汇报当前芯片的状态和事件 那么由CPU呢 去执行响应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过程就叫做中断请求 中断请求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32级中断向量呢 它包含在808800这个地址之后 大家看一下 唯一一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地方用的是虚线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址吧 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广域的 我们把它归为8000H之后 一会儿我们会说 其实它下面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说中断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种处理机制和过程 也就是说 为什么单片机能实现智能化呢 那就是因为有中断 那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在做一个事儿 遇到优先级比这个事儿更高的东西 那我要反应过来 我应该先去处理 是有轻重缓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先处理重要的 然后处理完了以后再回来 实际上就实现了一个单片机的智能化 就是说在CPU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呢 接收到了来自硬件或者是软件的中断请求 对吧 它可能是来自于自身的 也可能是外界的 比如说某一个引脚出现了一个下降颜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高低电瓶的改变 那么这时候呢就做出一个反应和处理的过程 那么以后呢 我们会专门把这个中断呢提出来 专门用一个章节呢去介绍它 那么中断向量这个地方提出中断请求 那实际上就是中断的一些入口 那中断的一些入口 那么我们会编一些这个中断函数 中断函数里面实际上就是标定 这些中断服务程序 它的一个入口地址 对吧 而且我们说在处理中断的时候 假设说原来在执行一个程序 突然中断 然后就要跳到另一个地方 执行另一个程序的服务函数 执行完了以后再返回断点 然后再继续执行原来的这个函数 那我们说还要了解到一个区域 就是堆战 对不对 这个堆战我们原来讲的 如果说你要跳转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时候有一个保护现场的过程 如果说你要返回到断点 那你有一个恢复现场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还要涉及到 我们原来讲的这个高楼大厦里边的堆战区 是吧堆战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要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32级中断向量一栏表 这个32级中断向量一栏表里面呢 中断向量的一共有32个 那有些同学说 那我只看到29个呀 实际上这个0到29 是不是就30个呀 那这个地方呢 中断向量没有写这两个 就是31和32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里面一共有32级中断向量 那么这个中断向量里面呢 有三个不可屏蔽的中断 不可屏蔽的中断 我们在专门讲中断的时候 把它比喻成皇上皇后皇太后 有些同学说 哎呦这个扯呢 是不是啊 真能扯 真能扁 是吧 我们就是编了可多可多的例子啊 也类似于笑话 让你呢 去了解什么叫不可屏蔽中断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32级中断呢 变成一个中断的什么呀 就是变成一个朝堂 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引一下啊 让大家呢 这个满怀着信心 接下去学习 对吧 这个朝堂之上 说话最好使的就三个人 一个就是皇上 一个就是皇后 一个就是皇太后 所以说他们三个 叫不可屏蔽中断 那其他的那都是些小渣渣 这些小渣渣说话 那都是不能比皇上还大吧 对不对 那这些里边说话那就叫微臣 是吧 就是叫臣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后面呢 在这个中断这一章 我们会引入一个中断皇朝 里面呢 我们就讲解这个中断呢 它是怎么工作的 它怎么映射的 它的硬件优先级是啥意思 它的软件优先级是啥意思 对不对 好 大家呢 怀着信心 我们一定能把这个STM8呢 学得非常好 非常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这个中断向量表里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中断源 这个比51就要多很多了 我们51里边才有五个中断源 传统的 基本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边呢 非常多 你看一下啊 Reset就是复位 还有Trap呢 就是软件中断 TRAI呢 就是外部最高级的中断 大家可以稍微记忆一下 AW呢 自动唤醒 CRK呢失踪 这些东西貌似都与我们CPU本身有关 但是接下来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片外的资源 或片内的资源 比如说外部中断 你看ABCDE 它都可以支持外部的中断 比如说B1看 就是看总线 SPI的 是不是啊 还有我们说的Timer 就是高级定时技术器的 Timer2和Timer3 就是通用定时技术器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说的UART 就是我们的串口 还有i方C 还有我们说的UART P2、3等等 这就是附加的一些其他的 像多转口 像207、208系列 它就有两个串口 两个串口的话 就是除了串口1之外 还有2或者是3 对吧 那么还有ADC 就是我们说的魔术转换单元 Timer4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TC资源 对吧 还有一个Flash 就是编程的时候 它有一些编程结束 或者是禁止编程的一些项 它也可以产生中断 所以说这些中断源 与我们单片机是息息相关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核心事物 对吧 32级中断向量 它是从8000开始 然后到我们说的807F 结束 807F 结束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专业教室 这个专业教室呢 就是我们说的Flashroom了 对不对 Flashroom刚刚我们说中间呢 是以虚线间隔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8000之后 我们就是把它统一啊 放成我们最广域的一个期间 里面的包含两个大部分 实际上严格来说应该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突发事件的传达室 第二个部分就叫专业教室 其实还有第三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UBC 就是用户的代码的这个存放区间 用户启动代码的存放期间 只不过说这个UBC呢 它可有可无 也可以配置它的大小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来重点 讲解一下UPC的大小调整 UPC的界限划定 还有UPC的含义 UBC的含义 那么说一个学校啊 最多的房间 那应该就是教室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专业教室呢 指的就是Flashroom 这个Flashroom呢 主要是存储程序的本身 程序本体 对吧 所以说它比较大 它有64K到128K大小之间 但是这个大小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看的是高密度的产品 如果说你是中低密度的产品 它这个地方变化比较大 所以说呢 大家要查阅一下 具体的单片机的手册 去看它具体有多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说这个专业教室里面呢 实际上它包含三个区域 只不过说我们呢 这个UBC这个区域呢 我们没有单独来说它 说这个区域里面呢 包含有突发事件的传达式 对不对 突发事件传达式 就是32级中断向量 这个好理解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户启动代码区 叫做UBC 就是UserBotCoder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把它配置成没有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选项字节的配置啊 让它没有这个区域 也可以配置成有 而且它的大小呢 还能够改变 所以说这个UBC呢 它很很奇特 那一会儿我们会花时间 把这个区域呢 了解一下 突发这个传达式呢 实际上它占用的字节 一般来说是固定的 就占用这么一些 但是这个UBC呢 它的大小可以进行调整 它也可以被配置为有 也可以被配置为无 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是UBC 首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UBC用来干嘛呢 什么情况下需要被配置 其实这个UBC啊 它就是用户启动代码的区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可以用来装载一些 用户自行编写的启动引导代码 对不对 比如说它里面可以包含一些 复位和中段有关的一些向量表 它也可以用来存储 我们说的IAP 或者是一些通信程序 也就是说 它可以被自定义成一些程序座 程序代码 用来引导我们的程序 用来引导我们的程序 或者是实现一些IAP啊 或者说自己的烧录啊 或者是把这个块的内容 放到我们的RAM去 让它去执行啊 在我们进入这个程序之前 让它先执行一段代码啊 等等 是不是 这就是UBC的一个功能 这个UBC呢 它是通过这个选项字节的OPTE 来配置和实现的 在讲选项字节的时候 我们会单独说一说这个地方 大家在这个地方 只需要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UBC区域啊 它这个用户启动区域 它也是被有一个保密机制 原来我们说过 对吧 这个保密机制就是像机密 跟机密档案式的一方PIRM 它是一样的 它都可以这个被保存 都可以被这个保护 我们原来说过 像机密档案式里边 说小刘要去取档案 是吧 问这个机密档案式的 这个王大爷说 哎呀 大爷我想看一下这个档案 这个王大爷就说不行 这个档案是加密了的 是不是啊 就是有密集才能看 必须要说出口令 这个口令是啥呢 就王大爷说 长江长江 我是黄河 小刘就说 黄河黄河 我是长江 那么这样才能够把这个UB 就这个一方PIRM的 也就是扣的区域啊 才能够打开 对吧 才能够去改写 在我们的UBC里面 为了防止别人恶意的篡改 我们也把它进行了一个保护 当说你要去操作这个UBC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也涉及到我们说的密使机制 对吧 以后我们会说什么叫做密使机制 是吧 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就行了 现在我们学过的两个存储块 它都要用密使机制来保护的 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的UBC 一个是我们的机密档案式 一方PIRM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说用户啊 他可以自定义UBC区 是怎么划分具体空间的 那么怎么划分的呢 就是说是这样 我们来先看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就这种 他根本就没有UBC区域的情况 我们说只有一个32级的中断向量 外面 你就说除了这个中断向量之外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flash区域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flash区域呢 叫做主程序区域 主程序区域 那这种情况下 没有UBC 那么这时候主程序区域就最大 就最大 那如果说有UBC呢 那就在32级中断向量之下 从我们说的这个7F过后 就是从8080开始啊 那么就填充这个UBC区域的大小 这个大小呢 不同密度的单片机 它支持的大小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的高密度支持 1K到128K字节 对吧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大小吧 就是它这一节啊 这个这一节 它的大小是可变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是128个字节呢 那就把主程序区就压缩了呗 你主程序区就没有这种情况的 主程序区大对不对 因为你还包含了一个UBC嘛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所以说有UBC的情况 那就是三个 共用这一节的这个存储资源 就是8000之后 三个人用 那就是中断向量 UBC和我们的Flash 三个对象 如果说没有UBC 那就是两个对象用 那就是一个是中断向量 一个就是主程序区域 就是Flash区域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很好理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说为了这个调节 这个UBC区域的大小 我和剩下的这个Flash 的程序大小 就是我们把这个剩下的 这一部分叫做主程序区 刚刚大家已经看了 对吧 叫做主程序区 那么这个为了调节 它俩大小的这个 这个这个容量啊 那这时候呢 一法半导体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引入了跨 这个这个页的大小 页的说明 如果说这个操作它 页的这个这个单位呢 我们又引入了块的概念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在上次课我们已经讲过了 其实页和块就相当于说是地板和瓷砖 对不对 地板和瓷砖 比如说大户型的要用大地板 对吧 大瓷砖 小户型的呢 你可能用的就是小瓷砖 对吧 其实就是页容量和块容量不一样大 你看一看啊 低密度的产品就是小户型的房子 对不对 小户型房子呢 最多有128个页 每一页的容量呢 有64个字节 是不是 所以说它比较小一点点 中等密度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中等户型 对不对 它最多可以有64个页 每一页呢 是512个字节 对吧 那么高密度的就是我们说的 以我们207或者是208来举例的话 那就是高密度 高密度最多可以达到256个页 每一页的这个容量是512个字节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页容量 你就可以看出来 密度不一样 实际上页容量和块大小 它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引入了这个页和块的大小以后啊 我们就来了解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UBC区域 用户的启动区域 它究竟是怎么调节大小的呢 它实际上是通过8个位来调节 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 通过8个位来调节 我把这8个位写成是什么呢 写成是UBC括号7.0 意思就是说这个写法就是说 0位1位2位3位4位5位6位7位 0到7一共等于8个位啊 一共等于8个位 这8个位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选项字节里边啊 我们已经很多次的讲过这个选项字节了 就是我们说的Optionbytes 对不对 Optionbytes 这个选项字节 我们后面会单独用一章来介绍它 是不是 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了解啊 如果说你学了选项字节以后 你可以倒过来看一看 我们究竟是怎么配置的 一会儿我会给你一个图片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调整这8个位 让它等于0或者是等于1 那你就说你8个位可以等于0x01 对吧 也可以等于0x02 也可以等于0xFE 就是把这个8个位呢 这个组成的这个字节呢 进行一个调配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UBC的起始区域呢 就是我们说的8000这个区域 那么可以通过读取这个UBC的选项字节呢 来获得这个UBC区域的大小 实际上这一块 它可以被 它可以没有 对吧 UBC它可以没有 如果说你把这个UBC7到0 全部给配置成0 也就是说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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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变成16进制 就是0x00 那就是0呗 对不对 你要是配成0 那意思就说UBC区域 它就没有了 如果说你配置成0x01呢 那UBC区域呢 就有1k字节这么大小 如果说你把它配置成02呢 那就有2k字节这么大小 如果说你把它配置成0x F1呢 那就是128k字节这么大小 那有些同学说 那你这个128k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你可以想一想 肯定它是这么算的 你想一想啊 它这个地方有第0页 一直到第255页 我想问一问大家 一共有多少页呢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分一下 页的个数一共有256页 那有些同学问了 你这不是255吗 它是从0开始的 它不是从1开始 所以说255得加1 就变成256页吧 是不是 因为它从0开始 那么页数确定了是256页 那每一页有多大呢 刚刚我们才说了页的大小的分配 在高密度里边 每一页的大小就是512个字节 也就是说每页大小 你也知道 每页大小是512个字节 那你算一算吧 你算一算 256乘以512等于多少 那我这个地方没有计算器 但是我猜都能猜到 256乘以512 它是不是转成字节 我们说多少个字节为一个k呢 一个kb呢 就是1024个字节呗 对不对 那就是说256乘以512 再除以一个1024 它肯定等于128 为什么我有这么绝对的这个把握呢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UBC区域里边 你配成0页到255页 你比如说我想配个64页行不行 可以啊 我想配个32页行不行 可以啊 那你就按照它这个配置来配就行了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那为什么256页乘以512页呢 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些所有的页能支持的全部配完 全部配完以后 你每一页给我分配512个字节 那除以1024 那肯定等于128个k字节 这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可以去算 虽然说我没有算过 但是算出来肯定等于128 那这个东西的UBC的配置情况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那有些同学可能对我刚刚的这个讲解 他是理解的 但是对我说的这8个位 他压根不知道这8个位在哪里 好了 没问题啊 我给大家说一说这8个位在哪里 大家看一幅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STVP环境下 就是用ST-Link加上我们说的 就是说通过这个SWIM接口啊 是吧 那么通过这个STVP环境一打开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Option Bytes 就要选项字节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UBC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这就是我说的UBC配置的7到0 这8个位 对不对 你这8个位 你把这个下滑线给我打开 它可以选成0和1 那也就是说 你配置成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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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对不对 如果说你把这8个位配置成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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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实际上就是通过软件 或者是我们以后通过选项字解 在程序里边去修改它 就可以调整这个UBC区域的大小 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么些 我们说 如果说同学们呢 需要我们这个小王子开发平台 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私修电子工作室呢 去采购 那么如果说在学习的过程中 遇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 也可以及时的加入到我们的QQ群 305348768 一起和我们讨论 在STM8学习中的疑问 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在这个群里边呢 公布一些文档 手册 或者是一些软件 历程 视频等等 好了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